在中国纵横家史上 有两个名人 即张仪和苏秦 在人们的心目中 苏秦游说关东六国终于成功结成联合纵盟 任从约长封印六国 让清国十五年不敢出兵韩古关 成为当时当下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那么与苏秦齐名的张仪到底有多强呢? 事实上张仪可能比苏秦强 因为他让所有战国七雄都中招了 甚至齐国恨到张仪到哪 就打到哪的地步? 张仪、姓继、张氏、魏国后裔、贵族、周朝氏后裔 再包括史记在内的史书记载传统中 张仪和苏秦一起拜师鬼谷子学习游说的艺术 但苏秦认为他不如张仪有才华 毕业后苏秦继位游说赵素侯 并打算组建合纵联盟 但在合纵没有成功之前 他担心秦国会毁掉他 所以希望有人忽悠秦国和宗联盟成立 张仪下伤后找不到工作 落魄 一日 有人劝他投靠苏秦 于是张仪来到赵国 但苏秦不理张仪 当众羞辱张仪 甚至无情地将张仪赶走 张仪对苏秦和赵国深恶痛绝 认为只有秦国才能打败赵国 所以他立即投奔秦国 出乎张仪意料的是 这其实是苏秦计划的一部分 既可以激发张仪的斗志 又可以在表面上切断与张仪的关系 张仪到达秦国后 苏秦暗地里重金资助张仪 帮他认识了秦桧王 苏秦大力帮助张仪 目的是利用张仪来控制秦国的战略 从而使苏秦成功形成联合纵向联盟 苏秦这个方案厉害了 表演绝对能拿下奥斯卡金奖 但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籍博书战国纵横家书》表明 苏秦死于公元前284年 张仪死于公元前310年 当时苏秦参与联合战役 张仪已经过世了 两人根本就没有比赛过 更不用说同时给鬼谷子败师了 正如史记和资质通鉴所说的那样很不一样 张仪来到秦国后 如鱼得水 随即开始了他灿烂的鬼混生活 公元前328年 秦桧王派遣公子华和张仪围攻魏国的濮阳 占领了濮阳 俘获濮阳后 张仪的下一步行动出乎意料 说服秦桧王将濮阳送回魏国 并将儿子姚作为质子送往魏国 这样看 好像魏国是战胜国 其后张仪游说魏王秦国对待魏国如此的宽厚 魏国不可不以礼相报 故于魏王献上郡十五县及少良于秦国以谢秦桧王 这一年张仪升任丞相 居百官之首 公元前322年 魏为了秦国的利益 张仪去魏国担任宰相 目的很简单 把魏国变成秦国的弟弟陈氏秦国 别再和关东六国完了 魏使魏国就范 张仪暗中勾结秦国 发动战争多次击败魏国 终于在五年后魏国同意臣服秦国 完成张仪的任务后 返回秦国继续担任宰相 齐楚两大势力的结盟 秦国犹如刺入喉咙 为了破坏这个联盟 公元前313年张仪又耍花样了 张仪对楚怀王说 楚国一旦与齐国绝交 我请秦王献出 伤于一代六百里的土地 并派秦国美女侍奉楚王 秦 楚之间娶妇嫁女 结为兄弟之国 而且秦楚还可以一起削弱齐国 这是双赢 当楚怀王听说六百里的土地时 他立即废除了与齐国的盟约 魏表成义 派人到齐国公开辱骂齐宣王 秦国交朋友 秦齐邦交与齐楚断绝外交关系后 张仪原形毕露 对处使说 我有秦王赐给的六厘封地 愿把他献给楚王 楚怀王知道张仪欺骗了他 大发雷霆 发动了大军攻打秦国 结果惨不忍睹 先后失掉四座城池 可谓人作家中 或从天来 楚怀王本来 人生是无限欢乐 可当张仪来到这里 一口荷花 楚国就成了悲剧 在骗了楚国两年之后 张仪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骗局 疯狂程度令人发指 涉及楚国 韩国 齐国 赵国 燕国 包括著名的所有赵武林王被击中 在韩国中 张仪愚弄了寒暄会王 韩国不归附秦国 秦国就派兵攻打一扬 违背秦国归顺楚国 韩国必然要被秦国灭亡 只要归附秦国 韩国就安全了 而且一旦秦国攻处 也利于韩国扩大领土 因此韩宣慧王同意加入秦国 在齐国中 张仪愚弄齐王 如今秦楚结盟 韩国献出遗阳 魏国献出河外 赵国在免持朝拜秦王 更让河间来奉使秦国 如果齐国不臣是秦国 秦国就会组建联军攻齐 齐国就危险了 所以齐国同意秦国 史书记载是乃许张仪 在赵国中 张仪愚弄了赵武灵王 如今秦国相约齐国 韩国 魏国的军队 准备进攻赵国 我私下替大王考虑 不如与秦王再免持会晤 面对面 口头做个约定 请求暗兵不动 赵武灵王同意张仪的建议 张仪在这里不说服赵国 服从秦国的原因很简单 无服其社之后 赵国的力道就乱了 在殷国中 张仪愚弄了燕昭王 当下赵燕两国关系很好 但过去赵国两次围困燕都 大王还要割让石座城池 向赵国道歉 如今 赵国已经献出 合金一带土地 臣氏秦国 如果燕国抗秦 那么秦国将驱使赵国 进攻燕国 燕国还会存在吗 所以燕昭王请熄灭儿侍秦 献恒山之为武城 张仪这是典型的骗局 级别绝对高于本山大叔 游说别人的话基本都是虚构的 只不过是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和传递的延迟 让上述四个国家的国王相继上当受骗 比如温埃瑟齐王 我没有遇到赵王 但我随便说了赵国在免持朝拜秦王 割让和尖来奉饰秦国 以威胁齐国 公元311年 张仪返回秦国报告欺骗的结果 但在到达咸阳之前 秦桧王去世 秦武王登基 秦武王被称为营党 后来那个蓬顶而死的人 很不喜欢张仪当太子的时候 秦武王即位后 多位大臣反应 张仪不讲信用 反复无定 出卖国家 以谋图国君的恩宠 秦国一定要再任用他 恐怕被天下人耻笑张仪怕被杀 遂献祭给秦武王 秦国想要过得好 侵占关东六国更多的土地 必然要让关东六国发生大事 齐王特别憎恨我 只要我在哪个国家 齐王一定会出动军队讨伐他 因此 我希望我去魏国 让齐国攻打魏国 这样大王利用齐魏交战 攻打韩国三川 然后直接挺进 兵临诸都 周天子一定会献出忌气 大王以此挟持天子 掌握山川图册 成就帝王之夜 秦武王同意张仪的建议 派出三十辆军车 将张仪送到魏国那里 张仪就逃了 齐王很讨厌张仪 寡人增仪 仪之所在 毕兴师伐之 所以听说张仪在魏国 立即派兵进攻魏国 魏哀王他很害怕 但张仪平静地说 大王不要担忧 我让齐国霸兵 张仪派人一起过来 对齐王说 大王这是让张仪 在秦国有所依托 更得秦王信任啊 逻辑可能是 你齐王讨厌张仪 张仪去哪里 你打哪里 如今张仪去了魏国 国王真的攻击了他 但齐王这是一次攻击 而他一手建立了邦交的国家 广述敌国 消耗了自己的力量 但最终秦国却能够收获 渔夫的利益 也让张仪取得了信任秦国 齐王一听傻眼了 如果张仪去友好国家 比如燕照楚寒 岂不是齐国 想和这些国家开战 岂不是对秦国有利 让盟友心寒 所以齐王只能下令撤军 可见古今难得张仪张口 古今难得 纵横家的威力 由此可见一般 难怪儒家文人 批评霍乱人心政治家 公元前309年 张仪就任魏国丞相一年后 传说中的一代傻子逝世 给后人留下无数遗憾 如果张仪不死 那么愚弄战国七雄后 还能不能再一次忽悠他们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